其实老师您刚刚讲到 《红楼梦》里面的大观园 在舞台上怎么呈现 大观园这个漂亮的大宅子 又是花园又停台楼阁的 这个很考验导演吧 是的 其实舞台它终究是一个场域 一个平台 刚刚我们讲 我们这个戏算是复排了 80年代佟志林老师的版本 在表演上 全然的基本上是延续的 那观众在审美这件事情 其实我是把空间不当功能来看 我是直接压缩 也不去为装饰 说在花园做停台楼阁等等 是为了装饰出一个环境 直接把这个环境感的物象 变为异象 《红楼梦》它就是一个 封闭世界鸟笼里面的 你真我夺的自相残杀 是 老师刚刚一直说 它是一个鸟笼 它是一个封闭的世界 封闭的世界 所以整个的空间使用的 跟舞台设计就讲说 我们就让它方方正正的 那些小花永远也窜逃不出 这个环境里面的行为 你在这里面怎么灿烂 你就是会衰败的 你就是里面的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所以后面的那家宅隔平 硕大地在那里 像监牢一样的 偶尔有透窗光 穿出来之后 你只能回望 但你出不去 新鲜空气在哪 在心灵里面 所以就变成这样 那所有的物件 就用了一桌二仪来布局出来 整个红楼装点出来的 那种灰弘大度 所以整个的空间 倒显得是灵活 而在做这些至己的时候 那些家丁丫环们 倒像是伴随着主人 一起生活 可是耳朵里面 永远在窃听主人家的法国 所以那种都很符合人心 就整个戏的调度 是这样的基本 那尤其刚开始 为了使观众 更能够走进去的时候 观众只要一进场的时候 就看到舞台上面 是一个背对舞台 坐在罗汉塔的一个 贵妃靠的一个女子形象 观众以为是人偶 我们在大陆演出的时候 半个钟头后 音乐一响起来 她起来伸懒腰了 是王熙凤 是王熙凤的形象 但我不言说她是王熙凤 是 观众哇一阵哗然 随着这个伸懒腰的女人说 来吧 今天我来说个故事给你听 走到那个环境 大宅园的深处 门 坑关起来 看戏吧 观众直接在心灵里面 就被领进这个故事 就进去了 作为是非常外围的 而这里面 因为基础是 韩梅老师对于这个角色的人物刻画 不只是性格性的层面 但人物那些像洋葱的层一样 一层拨进去 一层离一层辛辣 很精彩 所以这件事情就高度之交 是 我真的非常好奇 因为看完了之后 我非常想要问老师 老师您最喜欢哪一幕呢 你在演哪一个片段的时候 你自己 在王熙凤这个戏里面 我觉得 就是去劝尤二姐的那一场 就是劝尤二姐第三场 劝她进府的这一场 真的就是使出浑身结束了 进了花之巷 好妹妹我帮你请进来 对她百般呵护 好好这样 疼爱你 是 她这一段是比较后面 刚进去的时候 她是在跟尤二姐诉苦 但我觉得这个诉苦的层面 其实是有一部分是真实的 她跟她讲 她说你看看 这个大家都 就是贾连要娶你这个事情 大家都瞒着 她说其实干嘛要瞒我呢 你看看我在家里面 我有好多事情要做 我尚有三层公婆 中间多少州里姐妹 然后底下又是家丁 下人们 丫鬟们 一大堆 我要管这么多人呢 我哪有空 是不是 所以呢 你这个要娶你进来 当然是可以的 你告诉我一声 其实就好了嘛 但是你又不告诉我 现在还害得我要来请你 讲得自己很委屈这样 讲得自己非常的这个 劳累 然后到最后呢 还有一个地方是很有趣的 她讲了半天啊 口干舌燥啊 后来呢她就说 她说妹妹啊 这个我已经帮你准备好了住处了 跟我是对门儿居 这吃的穿的使的用的 跟姐姐我是一模一样 你我二人日日同席 夜夜谈心 也好彼此同心合意地归劝二爷呀 再说你不是已经有了我们的儿子了吗 就说你已经怀孕了 就讲了半天 看尤二姐还是在那边犹豫不决的 她急了 她说哎呀妹妹 你要是不搬到我那儿去呀 我可要搬到你这儿来着 你有没有觉得你像尤二姐 是啊 接受她的真实情感的欺骗吧 怎么可能面对这样子的你不屈服呢 我觉得好好笑就她这句话 我可要搬到你这儿了 你再不来 我不想要干嘛了 我已经讲了一个钟头了 你还没听懂吗 然后呢 这个当尤二姐说 好吧我愿意来了 这王兴凤一听了 哎呦没开眼笑 哎呦你真是我的好妹妹 一拥抱她 然后马上那个脸 气死了 还花我一个多小时来看你说这句话 王兴凤如果在现代应该是一个 非常非常厉害的公关 对我就说他非常厉害的公关 绝对精英 八面玲珑 真的 真的是非常厉害的 我这样听着老师在我面前这样讲这段戏 接受欺骗吧 真的我跟您回家吧 绝对的 你跟我回家一定没错的 对对对 是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老师来跟我们聊王兮凤 我们明天还要继续聊 探春 好 他这么精彩的戏 老师我们明天继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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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